象征人类末日倒数计时的末日中 距离午夜只剩倒数100秒 也是末日中创立73年以来 人类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请看记者Nicole的报道 非盈利组织原子科学家公报 今天将象征人类末日倒计时的末日中拨块 距离午夜只剩倒数100秒 也是末日中创立73年以来 人类最接近死亡的时刻 根据科学家指出 此次末日中往前拨块的导火线 包括了气候变迁以及核战争威胁 有鉴于互联网科技的日益发展 加上太空军事化 武器的破坏力越来越高 使得核战威胁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2015年巴黎协定 针对一直长期全球暖化所设定的目标 也无法达到 原子科学家公报执行长 布尔森宣布调整末日中时说道 我们现在要让大家知道 世界距离毁灭已经剩下不到几个小时 也不到几分钟 几乎尽到要以秒来计算 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末日中 是由许多科学家所决定 其中包括了13位洛贝尔奖得著 末日中从73年前最初设立以来的7分钟 到如今只剩下100秒 我们下期再见